2月12日,网传山东青岛吉墨区海洋发展局发通知称 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 12日晚,吉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告诉吉墨新闻记者却有此事 具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,他们正在核实 网传截图显示,吉墨区海洋发展局发出通知称 接事局通知,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 请海上作业于船注意避险 具体位置东京120度51分,北纬35度37分 这份通知中还提到,如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 请协助拍照取证,如条件允许,请协助打捞 12日晚7时许,吉墨区海洋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吉墨新闻记者 却有此事,此前他们接到了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的通知 目前尚不清楚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 他们正在核实 吉墨新闻记者就此事致点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 如果事情属实,后面可能会有发布